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遠洋的訪客木 木油鴉 超級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火油跟鍍門的火油鍍門隊 當中用了兩隻轉星 再加上這隻紐王 是增加隊伍的穩定性 因為一般的隊伍大概三COMBO可能就 會受不了了吧 那我用這個隊伍至少 然後就是在打王的時候 就算誤差到四COMBO應該都還可以活下來 而且恢復力很夠 因為火油1.5倍的恢復力 然後攻擊力也不算太差 因為火油加鍍門有2.25 所以攻擊力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現在來為大家示範 好手揮揮這個還不錯 遇到這一隻 可以儲一下CD 好目的只有1隻也不怕打太痛 好我主力的攻擊當然是暗 因為看這個 對我的分配來講 這樣一定是暗 暗的攻擊會主力 好撐下來就趕快除CD 好木的只有1隻也不怕打太痛 好啊 主要處CD是把女王跟火油處起來而已啦 鍍門那個很快就不解釋 好這個是隊伍在這個關卡只怕火的 木的跟水的都可以減傷 然後盡量保持暗珠有五顆 因為我GG掉兩場 一場就是被那個修到除雅給GG掉的 那個都要全體攻擊 不然恐怕沒辦法在回合內解決掉他 給我回合 像這樣,我再消一COMBO掉四COMBO 就算在最後一關應該還是可以活下來 聲音好像有點大 消一COMBO掉三COMBO 搞不好這一關就有這個特性 要嘛你爆發是可以 可是你要約到六COMBO 這個沒辦法控制 因為它是隨機的 我買CD也沒有注意到 雜珠綠綠綠 不要在小關卡GG掉 會很ALL 總之主要是暗珠 暗珠你要留五顆比較保險 還沒死喔 我既然沒有留五顆 你用那個黑狗模樣轉一下還是有五顆的 有沒有像這隻 啊這隻攻擊力很大 當然我會指定這隻 然後用全體攻擊 右邊那隻 右邊那隻就讓他全體攻擊 讓他把他KO掉 左邊的話盡量做到的輸出 每回合都能夠打到他 因為我來打的話 小兵最危險的就是這隻 比第三關的那個木油還危險 因為我不是純色啦 所以我知道同時K到 這有時候會有狀況 尤其我那時候被GG的時候 是遇到那個 三隻 同時出現三隻 這個是比較誇張啦 機力當然是比較低沒錯 可是就是還是遇到了 所以可以的話我可能每一關都會 留暗珠啦 預防下一關會遇到狀況 有看到我左下角有留暗珠 有看到我左下角有留暗珠 因為我不曉得下一關是什麼 所以這個都要先留預備的再說 至少能保我 至少能保我 三回合的輸出不是 不是問題啊 一次給我吃掉五顆 哼太屌了 他知道我在除暗珠 然後這時候出現三隻 不是救到處壓 不是欸 還沒 對喔搞錯了 忘記了 這關是 是木油 我在那邊儲出幹什麼 好像這邊打的話 剩下七千 七百六十五而已還好 轉一下星 完全沒星 卡星 這個是獨行之塔的 絕招 就是你要什麼他就不給你什麼 還沒按 沒按沒星的 要打什麼 沒有沒有關係 我們自己升 好看 某個層面來講 這個比越戰越強 這個BOSS 感覺比越戰越強還難打 可以一波秒鐘 應該是目前大家最討厭打的 應該就是這個了吧 COMBO盾 沒辦法一波爆發 回復力都很夠 好 這個我現在想要轉一下雙子 雙子強化性補起來就會差很多 很好 2 2 2 4 2 4 4 好 一樣是戰鬥5COMBO的水準 這個平民轉出嘛 用這隊的穩定性會比較好一點 失敗的斜轉 又卡星 有些時候啊 不知道怎麼講 如果我們有兩隻就還好 不要出現修道除壓 他知道我在想什麼 這個不要考慮 開下去 左邊那隻還OK 不然會死在這隻手上 打小片好像本來是最危險的地方 我發現我火力都集中在打那隻鴨 因為那隻鴨就是 又不是純色啊 像我剛剛講的 不是純色就有危險 這次我再慢慢除CD除回來就好 所以說小兵不能輕敵啊 不然就像我一樣 一次GG在BOSS天降5COMBO 這很誇張 然後一次GG在那個 小兵修道除壓三隻 不然這個對我來講應該算是很好打 不然這個對我來講應該算是很好打 好 一樣我們在下面 除珠 多一點按珠 可以全體攻擊 就不用擔心 有五顆就夠了 不用特別留太多之類的 好 這一關過了 就OK了 這一關就不要 對沒有修到處理 對沒有修到處理 要不要像我現在下面的按珠 就可以好好拿來利用 我現在下面的按珠 就可以好好拿來利用了 哇靠 一個COMB 被自己切掉就會救回來 被自己切掉就會救回來 這邊過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過關了 除非等一下打王天降5COMBO 像我剛才一樣 消失還是消我我忘記了 隊長的話是也可以換木遊 可是回復力就有差了 基本上王這隊伍 我不太看台面上租 只要看到4COMBO 以上就可以了 好像這回合就可以出招了 轉型不要轉掉 轉型不要轉掉 來得好 欸 要天降5COMBO嗎 別搞我 沒心 轉一下好了 我是盡量每一局都保持滿血狀態 我靠 好好加載 我的 怎麼講 可以-2 對我而言-2沒有關係 正的-2都OK 因為我防禦力夠 冰性 我和冰性 好像這時候一樣滿血狀態又可以轉 3COMBO 我每次轉是他就給我3COMBO 停 OK 再來一個 再來三缸爆 進步了 啊!多一 我血幾乎是滿血狀態的 這個隊伍的好處就是可以盡量保持幾乎都是在滿血的狀態 包括這時候我還是會讓自己滿血 好!-1 -1OK 沒心欸 有點危險 哇!三缸爆有點危險 喔!Shit! 好痛 女王就要開了 轉型我也得開了 好了! 可以看到回復力是非常非常優秀的 卡星 噢!好像在黑狗出現 所以兩隻轉型的時候是要這樣玩的 對 對 噢! 吧! 3COMBO最多只會被打3下 所以沒差 1 2 2 COMBO 我補還蠻多的 卡星 有卡星 沒有沒有 奇怪這場玩的比剛才驚險 天降的都不是我要的 有卡星 有卡星 奇怪 我就靠這兩隻轉一轉去就好 好 好的 極限了 這是我最大的忍耐極限 剛剛的天降 一隻卡星有沒有發現 因為 一二三 哇多一沒關係 啊多二啊 啊又是極限了 無所謂 反正最後就散了 像這種天降一般的應該就GG了 所以我用這樣隊伍是有原因的 一二 多一啊 一二三 就是一直補滿一直打回去一直補滿一直打回去這樣 啊完蛋 啊又是極限 啊耶 要玩這麼刺激嗎 不給我補血的樣子 哎呦哎呦差點 做剛好是有點危險 我也不會死啊 我看他轉成這樣還可以完成這樣有沒有 啊 吼 啊 我最怕做5COMBO 因為5COMBO會掉5COMBO我真的就死掉了 蠻切的時候雞要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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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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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這時候光束盡量不會消 因為他還可以拿來轉型 這隻王就是 不好打就是要慢慢跟他玩 用爆發的風險比較大 不是說打不過 是說風險比較大 是 哎呀 我在轉什麼 兩convo 剛剛有點 要看上面看下面之骨不暇 三 剛好是 好了好了夠了夠了 怎麼那麼多 哎呀 沒轉到 好加載 沒關係 剛好5 來了 好可怕 最怕看到5了 我寧可四剛波四剛波 慢慢跟他玩 5一下多一點 天降是最可怕的 天降是最可怕的 從來沒有這麼不喜歡天降過 就是這時候最希望 四combo 好 我盡量做少2或少1 太太危險 好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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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搞我 好 我們要給它開下去 欸 這邊兩顆水素不轉 就轉我的星珠 好像剛好5耶 這樣就很可怕 欸 是6顆是嗎 好 好 補一下 停 比較怕沒新出的時候 就是怕這個 天降一下 吊二 真的不給新出 不給光出 太誇張了 夠了 不給新不給光的是怎樣 就是不給就對了 作弊會不會太誇張了我覺得 停 喔又來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燒二ok 都補得滿就不是問題 好 好 不轉鍍門了 氣死我了 再來這樣再轉 不要把我按住轉掉 5和6 喔 不要不要不要 停了 齁齁齁齁 太刺激了吧 太刺激了吧 現在剛好是 好 喔夠了夠了夠了 大哥夠了 1 2 2 3 2 好 做3就好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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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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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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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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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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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有新出喔 大骨給他開下去 我發現常常會卡 因為他限定combo 你沒辦法全消 這個都是有的 差點燒一 OK 停了停了停了 不要 太刺激了吧 什麼時候 因為我發現常常會天降 都三combo 一般的賬號 一般的可能都死掉了 好 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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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看到有combo 手都會流手汗的我 嗯 不選多一 算了 隨便他打了 我已經麻痹了 三combo再怎麼掉也不會死啊 咳咳 咳咳 我還要回復力跟防禦力夠 所以負荷是沒關係的 好 負荷我還是補著回來 還剩一水可以開 還剩一水可以開 啊 好了 好了 嗚 我做三就掉漆耶 真的一般 一般賬號真的是 我只有十幾次 我就覺得 還有三回合 開了開了 有時候判斷就是 看自己的感覺 這沒辦法說太多 哇 refriger權 哇 挑戰我的人體極限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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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挑戰我的人體極限 5combo 不要再來 不要再來 喔 我怕死5combo了 我真的怕了 真的 連3combo都可以掉到5combo 我能說什麼 真的是無言一對 4 5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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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快K掉了 不要搞我了 火油開下去 其實扣1滴啦 這個 搞笑而已 慢慢來沒關係 慢慢來沒關係 還沒死 去死吧 吸死我 這隻鴨真的是不好打 停 再見 噢 謝謝各位 掉卡片 以上 基本上這個隊伍算是比較穩定的隊伍 看起來好像不太穩定 其實一般隊伍我試過真的是 只要一次的 出差錯就直接跟大家說再見 頂多你血量多一點 可能還可以撐3下 撐4下應該是受不了 這個隊伍極限撐到4下 5下可能還沒辦法 血量不夠 以上這種 應該算是比較安全的驚險打法 就是 驚險是天降裡面的控制嘛 安全是說 兩個轉星嘛 一個 女王 回復 再加上 火油的回復 所以這個打法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 我是不太建議用火 那個木防龍 因為裡面還有水還有火的 木防龍有點危險 這個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 掰掰